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4月7号星期六 今天想做这么个事 因为我这个YouTube频道上面一直不断有新朋友加入 那就不断有人在问 你那个会员网站每天都在介绍 上面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内容啊 目前我是把一些比较小众哲学性强一点的话题放在会员网站上 YouTube上面多数时候是说一些跟时事有关的话题 但是就有朋友建议 是不是你偶尔把这个会员区的内容放一部分 到这个YouTube上来分享一下呢 那我觉得出于对新关注我的朋友来说啊 这个要求呢也合理 因为这样人家才知道我那个会员网站上有啥东西 它是个什么样形式的 和YouTube上面有啥区别 所以这种事情每过一段时间偶尔做一下 所以我觉得也算不上对付费会员的不公平 所以今天呢我就放出来一期 是我几个星期以前做的一集节目 叫做孟子思想里的契约精神 正好有朋友问 我以前是答应了讲我自己读孟子的心得 怎么开了个头就没了呢 那是因为放到会员网站上去了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内容拿出来 相当于给这部分朋友交个作业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内容是音频 我只配了一幅静态图片和必要的字幕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少数朋友 给我反馈说为什么会员网站有的时候打不开 经过多次测试啊 网站本身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 90% 您换一个VPN 或者换一个设备 比如你是用台式电脑 那你就换成手机 换成iPad 90% 这种情况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呢 就请您发下方这个邮件 文昭comment at gmail.com 我们的客服会帮助您 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周末的特别放纵 孟子思想里的契约精神 大家好 今天的话题可以说是我们上个星期四话题的延续 上个星期四我们从中国刚刚发生的修宪这个事说开去 讨论了宪法自己的合法性是从哪来的 那一期节目里有一个判断 就是宪法要合法 它必须是一份有效的契约 而契约精神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当中 是比较薄弱的一环 这里指的契约是说社会契约 商业契约在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直是存在的啊 所以要打个补定 那这种社会契约感的缺失是和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了这种超稳定的皇权专制 当然是有直接关系的 契约精神的要点之一 就是缔约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 这个咱们上次提到了 如果一方高高在上是不容置疑的权威 另一方必须得服从 认为对方完全有资格支配自己的命运 那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契约 即使有也是形式上的 而不会真正有效 契约的内容体现为对缔约者行为的一系列规定 而且契约的成立 他也是以彼此遵守为条件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方违约 另一方他就自动不再受契约条款的约束了 那中国的宋明理学晚期所主张的军队臣 父对子的绝对权威 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一类的说教 他当然就不具备发展出契约精神的可能 连皇帝处死大臣 他不公开行刑 而是允许大臣自杀 都叫赐死 对吧 赐就是赏赐的赐 剥夺别人的生命都成为一种恩赐了 那你说怎么可能大臣或者贵族们能和君主定立契约呢 连他们自己可能都不敢想 他们应该有权利对君主施加约束 他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要求君主把自己履行的义务明确规定下来 他们可能连想都没这么想过 虽然近2000年来的中国文化比较欠缺社会契约的精神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中一直不存在 哪怕是主张君权至上的儒家 也曾经有一个阶段 有发展出社会契约思想的可能 那这就要讲到孟子 孟子的思想中包含有契约精神的萌芽 咱们还是先讲故事 孟子梁慧王夏这一篇里面 记载了齐宣王和孟子的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 汤放节五王伐纣有诛 孟子回答 余传有知 就是齐宣王问 传说中的圣君 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 流放了下朝末代的暴君杰 周五王又伐灭了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纣王 有这事吗 孟子说 书上是这么写的 齐宣王又问 陈氏其君可乎 就是做臣子的 把他们的君主干掉了 这事可以吗 其实齐宣王这么问孟子是相当有挑衅性的 假如孟子说这事可以 那齐宣王可以讲 那你们儒家不是讲君君臣臣吗 商汤和周五王干掉了自己的君主 你还说干得好 你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如果孟子说这事不行啊 陈氏其君这事还了得吗 那齐宣王会说 既然干了弑君这种事 那你们儒家为啥还把商汤和周五王当成圣人呢 你们不虚伪吗 所以这个问题啊 你回答是或者不是都难以自圆其说 假如今天换你坐在孟子那个位置上 碰到这个问题 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啊 那孟子是怎么回答的呢 他的这段回答说得上是千古名句 他是这么说的 贼人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惨 惨贼之人为之义夫 闻诸义夫咒以 未闻是君也 就是说那种丧失了良知 破坏了仁爱原则的人呢 就叫做贼 那种破坏了公平正义的人叫做惨 这种既贼且残的家伙就叫独夫民贼 人民公敌 我只听说干掉了一个叫咒的独夫 没听说弑君这件事 有人弑君吗 我没听说过 那我对这段回答的理解呢 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拍案叫绝 对孟子的雄辩佩服的五体投地 齐宣王给他挖了这么老大一个坑 你说是或者不是都掉进坑里 而孟子一句话就把你这个坑给填上了 真是辩论高手 再过了几年我体会到这段话 就不仅仅是体现了孟子的变才 而是他真实的深切的领会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正就是端正的正 名是名词的名 孔子曾经说过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 这一串话的大意是说 凡事咱们要先把名词概念给理顺了 这事要先不理顺呢 别的事就总是拧巴的 它就会造成社会管理的紊乱 以至于国家的礼仪祭祀活动也办不好了 刑罚处理也不公正了 但是孔子这段话你听起来很抽象啊 他怎么就叫名不正就言不顺了 然后就礼乐也不兴了 刑罚也不重了呢 那等我回头再一看孟子回答齐宣王这段话 一下就明白了 这原来就是孔子讲的证明啊 齐宣王为难孟子的动机 那很可能就是想让他承认王权至高无上 我对待我的臣子怎么虐都行 你们要反抗 你们就是犯上作乱 就是弑君 但是孟子说什么呢 贼人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惨 什么叫君主啊 你干了那种与人正背道而驰 又破坏了公平正义的事 你就不叫君主了 我们就不承认你这个君 你就不配再使用君这个名称 那我们干掉你就不叫弑君了嘛 就不叫犯上作乱了 你看这个逻辑很通顺吧 说服力很强大吧 这就叫正名 你有君主这个头衔 它是个名称 凭什么判断这个名称安在你头上是不是合适呢 就得凭你的行为 所以孟子这一番话 虽然没有提正名这件事 但是他非常生动的诠释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段话里面其实它还包含了非常可贵的社会契约精神的萌芽 为什么这么说呢 没错 儒家是主张君君臣臣 尊尊亲亲 是要维护君主的地位和权威的 但是君主的权威它是有来源的 人们对他服从的义务要成立 也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 你作为君主要履行人政的原则 要维护公义的实现 这是定义你君主之为君主的条件 也是你君主要履行的义务 如果你否认这个义务 那你就是贼 就是残 就是独夫民贼 那相应的 我们要服从君主的这个义务 也被自动解除了 契约就失效了 那个时候干掉你就不叫弑君了 这就是孟子的论述过程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 可能会有朋友问 照你这么说 这个儒家正名的思想本身就是有社会契约论的萌芽呀 那你为啥特别强调孟子呢 你是个君主啊 你就得有君主的政行 得履行君主的责任 你的名称 头衔必须和你的行为相衬 你的头衔存在是以你履行职责为条件的 那这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关系 那你为啥不说这种契约精神是孔子那儿就有的 而要说在孟子那儿是个源头呢 原因就在于表述的方式 孟子用一种非常明确的 有条件的方式表达了君主地位在哪种情况下成立 在哪种情况下不成立 他明确的说出了贼人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残 闻诸亦夫骤矣 为闻弑君这些话 这个话你说出来和不说出来就是有本质差距的 他就是你有没有契约思维的标志 孔子只是说明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你看他不是一种契约式的表述方式 上面是我们逐自解读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其实啊就这种附加有条件式的表达方式 在孟子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出现过很多次 比如孟子离漏下这一篇里有一段 也是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说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氏君如父亲 君之士臣如拳马 则臣氏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氏君如寇仇 这也是很典型的条件化契约化的表达方式 孟子说君主把臣子视为手足 那臣子就把君主当成自己的心脏生命一样 君主如果只是把臣子当成自己意识的工具 像狗和马一样 那对不起 臣子们就把你当成大陆上的陌生人 那对陌生人还有什么忠诚感可言吗 如果君主把臣子当成土嘎的野草一样的蹂躏践踏 那臣子们就把君主当成土匪仇敌了 你看这段话 他非常明确的讲 君臣关系的实质就是个契约关系嘛 他就是一系列条件化的阐述 所以你把这段话直接拿过来 就可以当成一段契约的条文呢 而且他讲的是 臣对君的感情是一种加倍回馈的关系 你对我好 我对你更加的好 可是你要对我坏 那我对你也更加的坏 君士成为手足 就是君主把臣子当成与你修器与共的一体 那作为臣子我怎么回馈呢 臣氏君如父心 我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生命一样 你看父心比手足更加重要 对吧 如果你君士成为土戒 你君主把我臣子当成土嘎的野草一样的轻贱 那对不起 臣氏君如叩愁 我就把你当成贼人和仇敌了 那对待贼人和仇敌的厌恶程度 也是要高于土嘎的和野草 对吧 所以臣对君是一种加倍报偿的关系 正面和负面同时成立 所以在孟子那里 你是看不到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这种单方面服从的说教的 在孟子万章下这篇里 也是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你看这齐宣王也够冤的 在孟子这本书里 他老作为反面角色出现 这段话是说齐宣王问清 清就是爱清平身的清 清的意思就是朝廷重臣 齐宣王就是问孟子 君主和这个朝廷上重要大臣之间的关系守则 孟子就反问 王问的是哪种清啊 齐宣王说 清不同乎 清就是位高权重的大臣吗 怎么清和清之间还不一样吗 孟子说哎不同有贵气之清有异性之清 就是有些大臣是您的本家是王族 这叫贵气之清 也有不是您本家同族的 不跟您一个姓啊 这个叫异性之清 那齐宣王就说您先说说作为我本家同族的大臣他该怎么跟我交往吧 孟子说本家的大臣呢君主有大的过错是一定要提出来请君主改正的要是反复提意见不听就废掉现任的君主另立他人 那齐宣王一听这话是勃然变忽色呀 他脸一下就绿了 那我猜齐宣王当时心里独白肯定是好家伙 你这是公然鼓吹谋反呢 你是山巅呢 孟子赶紧说王无异也 王问臣 臣不敢不以正对 就是大王您先别激动啊 因为您垂问我 我不敢不以正理来回答您 那齐宣王就平复了一下情绪 接着问 那不跟我本家的异性的大臣又是怎么个状况呢 你看这位齐宣王还是蛮有修养的啊 比那个抢记者比的李鸿忠强多了是吧 那孟子就说 作为异性之亲啊 跟您不是本家的大臣 君有过则见 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就是说君主有过错 他们就提出来 反复提意见也不听 那他就辞职不干了 孟子这番回答 一方面是说贵气之亲和异性之亲 在对君主的态度上是有区别的 对于贵气王族出身的大臣来讲 他对这个政权的忠诚感要高于异性的大臣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咱们俩在公司都是部门经理 在职位上虽然相同 但是你这个部门经理呢是股东 我这个部门经理呢是刚刚聘任进来的 就是打工的 当然你对公司的感情是高于我的 那对于王族大臣来讲 君王有大错 反复提意见不听 孟子主张 他们是可以废掉现任君主的 除了讲亲书有别之外 孟子这段话 同样也是讲到了 王权的成立是有条件的 如果违反了某些条件 犯了重大错误 反复提意见也不听 那么王族贵弃大臣 甚至可以废掉王 这仍然是一种契约式的思维 上面接连讲了几个故事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孟子的思想中 比较明显的体现出了契约精神呢 这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开头 契约成为可能 前提是主体地位的平等 如果两方里有一方 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为所欲为 另一方觉得你怎么虐我都行 我都有服从的义务 不平等到这种程度 就不可能有契约存在 而孟子确实是认为 军权不是最高的 军权本身就不享有那种 让人们无条件接受他的权威 孟子有句名言 大家都知道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亲 人民是第一的 国家社稷排第二 君主就是王 在这三者当中是最不重要的 因此前面那个故事所提到的 贵气重臣 在君王有大错 又不肯纠正的条件下 可以废掉王 这就是设计的安危 在王权之上的体现 当然孟子讲民为贵 但他并不是主张民主的人 他也不是自由主义者 他仍然认为 君主的地位是需要维护的 只不过他并不认为 王权优越到了 你不能和他讲条件的地步 王权没有大到无条件成立的地步 说这个民贵君卿 其实并不是孟子思想的准确概括 孟子思想中最高的权威并不是民 而是一系列道德原则 也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天道 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不是讲孟子说 贼人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残 所以他认为 汤放节武王伐众是合理的吗 这就是道德原则在王权之上的体现 在儒家大师当中 孟子非常刻意的强调 把君权置于天道之下 才使得他的学说中 体现出了契约思想的萌芽 他甚至不讲奉天成运 王权与天道合一这种概念 他就是很明确的把王权摆低 你把王权摆低以后 这就使得君臣君民之间的鸿沟缩小了吗 那你跟王讲条件也就成为了可能 但这可惜的是 中国文化的脉络 并没有沿着孟子所开创的道路发展下去 法家思想是否认天道 他片面的抬高君主的权威 汉代以后的儒家又是讲 皇权与天道合一 那皇权就是天意的体现 于是皇权就有了神圣性 也是拉大了君臣之间的差距 此后所谓外儒内法 就成了中国政治伦理的超稳定结构 社会契约思想 也就一直没有获得成长的土壤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